我们现在是在房车露营地 然后今天临时决定过来这里露营 刚才已经罢完手续了 现在已经入住 它这个房车基地 前面就是草坪上的 然后还有独立的 一会儿先游览一下 再参观一下房间 它这里类似于一个游乐园 然后里面开了一片草地 作为这个房车酒店 这里应该还有很多这个 农业种植的景观 车机22 这种就是独立 还是这种独门独院的好 自己有一个一小块独立空间 类似于住别墅 类似于住别墅 这栋也是 但是自己有一个小的平台 它们自己有一个小的平台 这栋是直接靠这个荷花池 大部分的都在草草地房 就是这种 一栋挨着一栋 如果有小孩的话 又比较草 这是欣欣相应 看看这个桥 主要就是欣相应 就是两个亭子 一边一个 这是稻田 这是苗刚刚种下去 广东应该是一年三季水稻 甘蔗 这是蔬菜科普磨豆浆 它这种水上乐园都是汽垫冲的 公鸡 鸡鸭鹅 公鸡鸭鹅 恐鹊 山羊 这是一个迷你小花园吧 亲子乐园 应该是喂食 这就是丛林探险 好简单啊 一点都不怕 这边也有 这边也有 现在是盆栽 盆景 这都是 非常贵的产业了 再往前就是走到生态园的外面了 继续绕着中心和堂走 这个公园面积也不是很大 走这一圈 二十分钟 已经看到这个营地了 这里应该是盆景卖盆栽的为主 可能房车营地啊 应该也是一个副业了 这个盆栽都很美 这里还有一个小的儿童游乐场 看到里面 让我们一起脱单 这应该就是刚刚七夕节目结束 在这里面 看来这里面 这个小冬古包 古梅香雪 八角园 这个到了营地啊 这里面 这里房车是从三十到四十多 应该是有二十辆左右吧 这中间有一口大锅 还有一些烧过的木头 应该是晚上举办过沟河晚会 这也是个仿古建筑 其实还是要住独栋的比较安静 这些在草地上的都很草的 现在我们回这个房车 看一下里面的情况 先看一下 进来了 这是有上下两张床 一个小的洗手间 可以冲凉 这里有一个休息桌 沙发 然后一张主卧 柜子还是很多的 还有冰箱 电视 电子炉 还有一个洗菜的台子 房车就这么大了 好像整个营地面积也没多大 走一圈二十分钟 主要是过来体验一下 在外边野营 刚刚吃完晚饭 虽然是在旅游区 但是周边没什么餐饮 我们刚才吃的是兰州拉面 再往前走就是华阳湖顶区 在这个房车营地是可以做这个烧烤 在这里租用这个炉具 然后自带食材 因为今天来的比较匆忙 没有准备 所以就只能在外面里是找个地方吃一点 这就是景区大门 营地 营地大门 还有墓居民宿 好 我们现在又回到营地了 刚刚这个房间的电视 看不了 找这个客服中心处理一下 不知道晚上会不会有灯光啊 今天晚上是要有篝火晚会吗 这个里面又加了新的柴火 这个亮灯的都是有人住的 前面这个是豪华房吧 应该是单独有一个户外帐篷 他们应该是几家一起组个队来的 好了我们就到房间了 现在9点左右 我们出来看一下这个营地 这里还在烧烤 那边有篝火 这边有篝火 应该是8点左右就开始了吧 我就听到音乐了 我去哪四点了我去 我去哪四点了我去去 我倒幾圈 我倒幾圈 你都给你老屈 我倒一圈 你怎么倒一圈 我倒一圈 east 我乖 我来 今天的月亮是很圆的 再看一下这里 都山场了 下退 这里烧烤还没吃完 后面就是华阳湖的这个宝塔 华阳湖夜晚的这个灯光就非常美 只说我们已经去过很多次了 所以今天就没有去参观夜景 这么多小鸭子 看了几晚应该就没有其他活动了 外面也很凉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